为了让幼童了解中秋节的典故和意义 华人势力幼儿园28号为大班和中班的小朋友 设计了不同的民俗节庆体验活动 有说故事和玩游戏 还有亲自做月饼 市长魏佳贤特别到场和小朋友们 一起来听故事做月饼 分享中秋节的欢乐气氛 中秋节是华人重要的传统节庆 为了让幼童在放假过节时 可以了解到节庆的典故和意义 华人势力幼儿园特别设计了不同主题的体验活动 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了解到中秋节的由来 今天也是适逢我们教师节 也跟中秋节也要来临了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园长 跟我们所有的老师安排进行的课程 让大班中班小班 每一个阶段都有体验到 我们节庆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一个体验式的教学 让孩子能够真正的了解到 每一个课程 每一个节庆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真的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 永远都是快乐的成长 那未来到衔接教育到我们小学的时候 也能够快乐的长大 那也更希望说每一个家长都能够多多陪陪自己的孩子 再次祝福我们全体的小朋友 全体的老师 在中秋佳节一切都能够平安快乐 那教师节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幸福如意 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市立幼儿园也精心规划了不同的体验活动 要加深小朋友们的印象 今天是我们市立幼儿园为了庆祝中秋节节庆活动 所举办的小朋友的节庆活动 那我们中班族呢 是经由游戏以及绘本故事 来让小朋友加深中秋节由来 以及中秋节的印象 那我们大班族的手部的小肌肉 发展已经比较健全 所以我们用所有的大班小朋友 共同来制作月饼 参与这样的制作过程当中 能够体会我们的先人 他们在过中秋节的时候 一起享用中秋月饼 那一种一家和乐团圆的气氛 这就是我们今天主办 这个中秋节节庆活动的 最主要的意义 听故事 玩游戏 做月饼 大班和中班的小朋友们 玩得十分开心 市长 魏嘉贤和主任秘书温美华 也充当大厨师 现场示范做月饼 并且协助孩子们 完成人生中第一个月饼 这些造型不一 但是香味十足的月饼 将送到专业的烘焙坊 来协助烘烤 下午的时候 小朋友们就可以品尝到 自己亲手做的中秋月饼 协助会幻市报道